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情特别训良 体格健壮的毛驴 老公 我今天要回娘家 你是不是能跟我一起回去呢 老婆 我已经答应邻居刘大哥 今天帮他建围墙了 要不明天我再送你回娘家吧 好吗 没关系 那你忙去吧 我自己骑着毛驴回去就行了 也好 这头毛驴他认得路的 农夫的老婆每次回娘家 都骑着这头毛驴 日子久了之后 他不用人虚感也能认路 哪怕有时候 他丈夫一忙无法接送他时 他自己独自骑着这头毛驴回娘家 也从来没出过差错 妈 在家吗 我回来了 哎呀 女儿啊 你回来了 快进屋来 哇 你自己回来的吗 女婿呢 没有陪你一起回来吗 他今天有事要忙 就没有送我回来 我是自己骑着毛驴回来的 这头驴认得路走不丢的 嗯 这天 农夫的老婆在娘家待的时间 比以往晚了一些 于是 在返回的路上 天色也阴沉了下来 没有一点余光 妈 那我就回去了 你路上要小心点 妈 我会注意的 再见 这是哪里呢 天这么黑 我都分不清楚东西南北了 多亏你身实陆 要不然 这么黑的天 我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走回家呢 就在这时候 临时那头毛驴 突然一反常态 凶暴的乱跑起来 载着他闯入 茂密的高粮地 害他迷了路 哎 快停下来 快停下来 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哎呀 你别乱跑啊 你给我回来 快回来啊 这是哪里呀 毛驴也跑了 就想我该怎么回家 他走了大半夜 来到一间破庙前 那里正好有两个乞丐 住在电廊下 这时的他也进退无路 只好与乞丐 站住一起 有人吗 我能在这里 休息一晚吗 可以啊 休息一会儿吧 你是谁 怎么这么晚了 还不回家呢 对不起 我迷路了 这样 现在天色很晚了 不好认路 你今晚就在这里 睡一觉吧 谢谢两位 真的谢谢您们 第二天 这两位乞丐 平安地将他送回家里 谢谢你们两位 老婆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你可知道 昨晚你一夜没回来 可把我给挤死了 都怪我不好 不该让你自己一个人回娘家 这怎么怪你呢 平时都好好的 谁也料想不到 偏偏昨晚 他会一反常态地 丢下我一个人 独自跑回来呢 那头该死的毛驴 明天我就把它 卖到屠宰场去 当天晚上 农夫睡着后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哦 这是什么地方呢 啊 你是谁呢 农夫啊 听说你明天 要把你家的那头驴 卖到屠宰场去 那头驴把我老婆害得好惨 让我担心了整整一个晚上 你说 我不该把它卖到屠宰场吗 哈哈哈哈 这都是因果报应啊 因果报应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还记得五年前的张三吗 就是五年前偷了我的钱的张三吗 对的 正是他 这头驴的前世 就是偷了你钱的张三 别让他跑了 这个可恶的小偷 可恶 这么逃下去也不是办法 太好了 前面那里高粮茂密 正好可以藏身 奇怪 这个该死的贼 跑到哪里去了 应该是被他跑掉了 就这么让他跑了 实在太便宜他了 我看 不如回去到张三家里 把他妻子抓起来 也好的 这也是个好办法 可恶 既然去抓我的妻子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你当时 嘱咐寻警 把他妻子抓起来 他今世转身为驴 是他前生偷钱的报应 拖着你农夫老婆 闯入破庙 是对你前生 拘留他妻子的报应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因果就此了结 你何苦又要 采取报复手段 接下来世的怨仇呢 啊 真是因果报应啊 你怎么了 刚才我做了一个 奇怪的梦 什么梦呢 在妻子的追问下 农夫把自己刚才做的梦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看来 凡事都逃不过上天的眼睛 因果报应 确实是有的 是啊 当初我不该 倾向于张三的妻子 将他捆起来 激留一个晚上 这是我的错啊 那现在 我们家的那头驴 该怎么办呢 你还打算把他卖到屠宰场吗 不 我不会那么做了 既然我和他的因果已经了结 我又何必采取报复手段 再次与他结下怨仇呢 农夫痛自忏悔 决心不再报复 而那头毛驴 也在当天晚上突然死去 啊 世间凡事终究会有回应的果报 张三偷盗 结果来世变成了一头毛驴来还债 而农夫迁怒于张三的妻子 结果也受到了惩罚 如果农夫当时将那头毛驴 卖到屠宰场的话 那他俩之间的怨仇将还会持续下去 张可谓冤冤相报何时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偷藏小牛的牛妈妈 在美国的一个小农场里 农场主人哈利先生买了一头乳牛 哈利 你真的买一头乳牛回来啊 是啊 这样我们每天都能喝到新鲜的牛奶 你就因为牛奶而养一头乳牛 要知道乳牛只有生下小牛之后 才会分泌乳汁一年 想要让它一直产奶 就只能让它不停地交配产子 这我当然知道 这头乳牛的肚子里已经怀有小牛了 过不了多久 小牛出生后它就能产奶了 当乳牛生下小牛后 通常母小牛会被饲养起来 公小牛则被卖给肉牛农场 哈利先生的这头乳牛 没过多久就到了临盆的日子 迈克 怎么样了 它不会难产吧 不会的 好家伙 要出来了 快准备一些水 哦 好的 随着乳牛的一声叫喊 它顺利地生下了一头小牛 出来了出来了 哈哈 终于出来了 你看 可惜是一头小公牛 哈利 小牛还好吗 哈哈 很好啊 你看 天哪 这小家伙真是漂亮 你看 它的大眼睛正在看着我呢 嗨 漂亮的小姑娘 哈利 它是头小公牛 哦 是吗 原来是个帅气的小伙子啊 公牛是没有价值的 哈利 你还是趁早将它卖掉吧 嗯 我等一下就联络肉牛农场 什么 你要把这个小家伙送到肉牛农场 为什么呀 它才刚刚出生啊 一头公牛养着有什么用 它又不能产奶 是啊 哈利太太 嗯 养乳牛就是为了取得它的奶 如果让它补育小牛 如果让它补育小牛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获得牛奶呢 这么做实在太过分了 它才刚刚做了妈妈 就得忍受母子分离的痛苦 它们只是动物而已 没有我们人类那么丰富的感情 好了 你去忙你的吧 嗯 这里你就别管了 当天下午 哈利先生便联系了肉牛农场 没多久 一辆大卡车来到农场 嗨 哈利 你们的乳牛生小牛了呀 是啊 不然怎么会找你们呢 哎 可怜的小牛 你是在想念你的孩子吗 生产完的乳牛可以产奶了 但是若想要保证奶量充足 一年后必须要让它再怀孕生产一次 现在它产的奶越来越少了 是啊 一年了 应该快挤不出云奶了 嗯 过几天再让它交配一次 等生下小牛后 奶量就会增加了 几天后 这头乳牛又再次怀孕 几个月后 小牛顺利的生了下来 好了好了 生出来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又是一个漂亮的小家伙 是头小母牛 这回真的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我们可以留下它了吧 留它做什么 留它做什么 养它的话就要给它喝奶 那我们就没有牛奶喝了 是啊 足的奶水 太棒了 不要紧 不要紧 不要紧嘛 它说不出来 小牛去哪儿了 对了 这头乳牛昨晚不见了 今早我在距离农场不远的 一棵树下发现了它 难道它将小牛生在那里了 嗯 很有可能的 我们快去找找看 众人来到了哈利先生 发现乳牛的地方寻找 正巧 他们遇到了另一位农场主人 鲍比先生 今天早上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它的 我们四处找找看吧 希望能找到那只小牛 嗨 哈利 你们是在找小牛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呢 我看到了呀 今天早上 我看见你的乳牛 把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牛 藏起来了 藏起来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没有骗你 哈利 你的乳牛 把小牛藏在了 那条大树口里 每次小牛小的爬出来 他就把它顶回去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真是不敢相信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就知道了 果然 正如鲍比先生所说 在大水沟的草堆里 趴着一头刚出生的小牛 他正宜然自得地在那休息 你们快来看呐 那只小牛在这里 怎么样 我就说是母牛把它藏起来呢 真是不可思议啊 就在这个时候 那头母牛从农场跑到了大水沟边 他挡在了小牛和众人之间 发出一声声鸣叫 像是在哀求众人 不要带走他的孩子 啊 他怎么来了 小牛看见母牛来了 赶紧将前脚搭在水沟边 不想要爬上来 可是 却被母牛用头给抿了回去 对 对 今天早上 可就是这样做的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他每次一生下小牛 就被我们送走 我想 这一次 他是想留下自己的孩子 才会这么做的 动物也和人一样 不愿骨肉分离呀 互助互爱 共存共荣 在一个小山村里 种植了许多的柿子树 有些喜鹊便在柿子树上竹巢 这个村子种的柿子又大又甜 因此每年柿子成熟时 都会有许多水果商前来收购 不止人们喜欢吃这里的柿子 连喜鹊也对这些黄橙橙的柿子情有如争 他们经常会将一些熟透的柿子 卓下吃掉 这时候 村长正带着收购柿子的水果商 来树林里挑选柿子 两位老板 你们看 这些柿子树每棵都结满了果实 而且各个圆润饱满 嗯 你们这里的柿子真的很不错呀 那当然了 这附近就属我们村里的柿子最好吃了 咦 地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烂柿子 是啊 那些柿子怎么会掉到地上呢 你们说地上的柿子 那些柿子都是成熟后被喜鹊啄下来吃掉的 被喜鹊吃掉的 是啊 喜鹊也非常喜欢吃这里的柿子 他们专刁熟透的柿子 然后啄下来 让它掉到地上 你们看 那里刚好有几只喜鹊在吃柿子呢 哦 那些喜鹊真可恶 专条成熟的柿子吃 难道你们没想办法去对付这些喜鹊吗 他们这么糟蹋柿子 你们会损失不少呢 他们能吃多少啊 就让他们吃吧 这村里的人真纯粑啊 要是我的柿子林里有这些可恶的喜鹊 我早就派人张王扑鸟了 商人们对村子里的柿子非常满意 这些柿子非常漂亮 我们全买了 真的吗 我们村的柿子你们全包了 是的 你找人把树上的柿子都摘下来吧 明天我们会开车来载 你们放心好了 我马上安排人去摘柿子 商人们走后 村长便安排村民去柿子林里摘柿子 大家加油啊 明天那些老板就要来载柿子了 放心吧 村长 这些柿子填黑前就能全部摘完的 可不能全部摘下来呀 还要留一些在树上的 对对 别都摘光了 还要留一些柿子给我们的老邻居呢 我会的 第二天一早 商人们开着货车来村子里载柿子 各位老板 柿子已经摘下来了 全部都在这里 村长吧 我看这些并不是全部的柿子吧 是啊 我们把摘下来的柿子全都搬过来了 就这些 你看 树上还有一些柿子 你们为什么没有全部摘下来呢 我们不是说了 要包下你们所有的柿子吗 哦 你们是说那些柿子呀 那些柿子不能摘下来 它们是要留给喜鹊的 哦 留给喜鹊 我没听错吧 你是说你们留一部分柿子在树上给喜鹊 是啊 我们每年都这样做 这是我们村里的规矩 每年秋天柿子收成时都会留一些给喜鹊 作为它们过冬的食物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是啊 你们这样做 可是会少赚很多钱的 没关系的 其实人类人类和动物都是相互依存的 我们帮助了它们 它们也会在无形中帮助我们 你的意思是 这些喜鹊帮助过你们 是啊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面对商人们的疑惑 村长讲起了事情的缘由 那一年我们村里的柿子大丰收 但是来收购柿子的商人非常多 所以便有些供不应求了 李老板 今年您慢了一步 我们的柿子都卖光了 可是 树上不是还有一些吗 你看 那些柿子都已经成熟了 就卖给我吧 那可不行 依照村子里的规矩 那些柿子是要留给喜鹊的 什么 留给喜鹊 是啊 那是从老一辈就定下的规矩 柿子树上的柿子是不能全摘下来的 一定要留一些给喜鹊 这种老规矩根本就是浪费资源嘛 这样吧 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买下这些柿子 啊 双倍的价钱 这 好吧 我们为了眼前的利益 便将那些留给喜鹊过冬的柿子卖给了他 结果那年的冬天下了很大的雪 几百只找不到食物的喜鹊 接二连三全都冻死了 王叔叔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有那么多喜鹊死掉呢 哎 他们是饿死的 你把树上的柿子全部卖掉了 他们找不到食物就活活饿死了 啊 怎么会这样 都是我的错 隔年的春天 柿子树重新长出绿芽 开花结果 但就在此时 一种不知名的毛毛虫 突然泛滥成灾 柿子刚长到枝架般大小 就都被毛虫吃光了 那年的秋天 果园里没有半颗柿子可以收成 我们不应该将留给喜鹊的柿子卖掉 如果有喜鹊在 就不会发生虫害了 是啊 人和动物都是互相依存的 我们给予它们帮助 它们也会帮助我们的 这次我们因为贪心而受到了惩罚 以后可不能再犯相同的错误了 是啊 以后柿子收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为喜鹊 留下足够过冬的食物 嗯 从那之后 我们每年一定会留些柿子给喜鹊 留在树上的柿子 吸引了很多喜鹊来这里过冬 喜鹊仿佛也会感恩 春天的时候 整天忙着捕捉果树上的害虫 进而确保了这一年柿子的丰收 互相依存 互相帮助 我想这就是人与动物的相处之道吧 嗯 是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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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持台湾救狗协会 邮政跨播 顾名 台湾救狗协会 跨播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岁末迎春贺岁点灯祈福法会 岁末祈福供牵灯 消灾免难迎新春 重的礼拜观音前 浦门世线话群生 念释迦摩尼佛 持灾除罪八千节 释迦摩尼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九亿倍 恭送普门品 及点千灯祈福法会 恭请法务 指导声众领众 日期1月21日 星期六 除夕夜 时间晚上8点半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共目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亲逢弥勒菩萨圣诞 弥勒慈世尊 慈悲无能胜 众等礼千佛 欢庆菩萨诞 等辞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百倍 特举办新春祈福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声众领众 日期1月22日 星期日大年初一 时间9点 礼千佛 10点半 佛前大供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共目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前生爱发脾气 今生长相丑陋 笨笨笨快一点 真没品 看什么看 没有看过人吗 这人长得好丑 真的脾气真不好 想游新生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